選在紐約的大蘋果 展現美國國家公園 美麗的好風光 華裔的攝影家黃榮德 最近特別在法拉盛皇室一郎 舉行大霧山之丘攝影展 分享藍嶺公園大道 大霧山等作品 歡迎市民前來觀賞 而黃德榮表示 藍嶺公園 它最主要就是霧 它裡面散了散氣 這個有霧 霧氣是很漂亮 把山的雄伟 還有神秘感 還有這個地方的特色 它會出來 介紹這一條路 大概有什麼風光 它對有什麼特色 那也是一種好像引介 喜歡拍照的人 喜歡玩的人 多一個地方可以去走一走 真的是很優美 黃榮德表示 藍嶺公園大道是連接維吉尼亞州 仙納渡國家公園 跟北卡羅來納公園 大霧山國家公園之間 全美最美麗的公路之一 歡迎民眾把握 即日起到3月31號 週二到週六 上午10點到晚上6點前來觀賞 滅嶺公園 公園